欢迎收看最后五千秒 跟你全方位新闻视角 我是高玉玲 先来欢迎今天的最后来宾美 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吴坤玉 玉玲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世奇 大家好 还有时事评论员柯玉安 玉玲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排行榜上面的前五名有哪一些焦点新闻 先来看看第一名 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这是台风凯米 现在又变强了 那大家很关注的就是 有没有可能会放台风架呢 那难道会连放两天吗 那么北北基陶会统一宣布 稍晚的时候要请大家随时的注意 而第二名同样也是台风架的几率 大家都很关注 因为现在路径是往南修 所以可能放架的几率会变高 但是同时其他的县市也不能够轻忽 因为暴风圈半径还蛮大的 雨势可能都会很强 第三名则是要来关注的 这是国际话题 这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现在要接放拜登了 那么他也露面展现了信心 发表了全国谈话 讲了些什么 稍后我们一起来看 第四名则是要来关注的是 国内的政治话题 高宏安他的案子 在明天就要进行宣判了 好不过呢碰到台风来袭 如果放假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本院也表示了 如果遇到台风假 那就会隔天同一时间再度宣判 那么第五名则是要来关注是 生活话题军公教 现在拍板要加薪3%了 那主荣泰就表示说 希望企业们也能够跟进 让人才能够留在台湾 心情要好才会愿意来上班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话题就是国际的 我们来先来关注的这何警力 那现在大家都在猜 会是他来吗 还是会是在找别人呢 现在好不容易确定了 应该有可能就是他 是众望所归吗 裴洛西现在感觉上 已经要开始力挺了 好那当然被拜登轻点 压力肯定不小 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布争取 党内提名选总统 短短一天人气爆发 一天狂吸26.5亿台币 创下历史新高 在拜登退选后首度公开露面 贺锦丽大赞拜登成就 随后赶往德拉瓦州竞选总部 会晤竞选团队成员 又遇到拜登惊喜call in 拜登宣布退选后首度献身 让贺锦丽造势先高潮 民主党重量级人物裴洛西也表态力挺 好莱坞明星解除 因为拜登坚持选总统的禁运措施 重新集结名人力挺贺锦丽 包括饒舌女王卡蒂逼 以及奥斯卡得主 杰美里扣蒂斯 都支持贺锦丽作为下一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现在连天后泰勒斯的粉丝也敲碗 期待偶像表态 催出年轻族群选票 民主党最晚八月七号提名前 贺锦丽已获得足够党代表票 出现几率大 被形容是检察官与重刑犯对决 贺锦丽隔空开 抢川普火药未农 俨然已经取代拜登开战 至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首度单飞造势继续落井下石 本周将说明退选细节的拜登 看来难逃共和党火力攻击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 那么现在看起来民主党他们已经有新的人选 就是贺锦丽要出来战嘛 看起来呢 他的态度显得也还算是从容 那么也获得了裴洛西的支持 不过很多人蛮关注的一点就是 怎么到现在欧巴马好像还没有发生力挺 难道是这当中还有变数吗 摸一下石旗姐你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整个民主党里面 的确越来越多人在立挺贺锦丽 那贺锦丽自己也展现了旺盛的企图心 发表演说什么 然后也获得了现任总统拜登的这个清点 然后还现场call in 那一段简直就是整场演讲里面的这个高潮 好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当然贺锦丽现在目前看起来 台面上面是最有可能的人选 但欧巴马作为一个前民主党的总统 卸任元首 我觉得他总是会希望能够维持住 他自己那种高度超然的这样子的位置 他不要对现任的或者是 清点接班人这样子的动作 然后反而引起更多的这个政治上面的责难 而且前一阵子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喊 Michelle Michelle 呼声还很高说超越川普好多 对然后就说会不会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性就不是那么的大 然后在现在这种情势的发展下面包括了这个 华培洛西 然后有很多这个 刚刚我们从VCR看到有很多民间的这些 意见领袖不管是明星或者是等等的这些 其实他们都发表了巩固领导中心这样子的态势之后 我觉得贺锦丽的机会是越来越所重 而且我觉得选举还有一个点最现实 就是他要有钱才能选举 那所以当贺锦丽的名字一被提出来之后 贺锦丽自己也表达了他的积极参与的态度之后 那个金主的贡献成都批发 他吸金能力蛮强的 已经募了八千多万美元 没错啊 所以就创下那个很高捐款的这个记录 说在这种种种条件的协助之下 的确对于贺锦丽来说都是一个利多 而对美国整体而言 我觉得民党还是可以 就尽管经过了美国版的换处事件 那元气一定大伤的嘛 这个事情连红袖处自己都出来接受访问 这个就可笑了 但是国民党的可笑也不止这一张 回到美国 就是说经历了换人这样子的元气大伤 金主给的钱等等的这些 都成为这个团结的助力之外 贺锦丽还可以打一个 就是美国出现有色人种的总统过 但没有出现过女总统过 那在上一次的希拉蕊这个 想要竞选但是功败垂成之后 反而贺锦丽说不定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作为他选举上面 另一个有利的议题的号召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进步的美国 然后尽管 开措一个新局 措折这么的多 然后这个正手又退选 然后他顶上来还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对于民主党的激励 人心的那个士气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突然感觉上好像话题度就变高了一点 因为先前大家会觉得说 民主党如果是拜登 好像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吵 现在突然之间就开始变得比较火热了一点 甚至有美国媒体还蛮有趣的 还惊爆了这样子一个消息 说拜登退选有所谓的内幕 说如果不退有可能会被罢免 真的吗 昆哥 我觉得这个大多数是谣言 因为你想想看罢免也要有时间 不管它程序怎样 我怎么可能一边选举一边在罢免 对 不太可能做得起来 有人放话或干嘛 那都是谣言 因为人会有一个倾向就是 我一旦受了重大挫折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找谁 谁让我变成这样子 谁让我生这个病的 会找那个造势者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 有人做很多阴谋论 美国媒体就开始说 民主党里面有一些大佬 四五月就在阴谋要换拜登 所以他们就拱拜登去跟川普辩论 然后这样变成喊开了 更显老态 然后后来又一枪又什么 把所有的故事全部都连起来 就串成了一个阴谋论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几率不大 听听就好 听听就好 可是这个这几个月 这一两个月 的确让我们感受到说 那个美国的这个政企 让我们感受到台湾 真的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领航者 先驱 先驱 你也想到了某个事件吗 选举开枪我们也经历过了 政权换将我们也经历过了 找一个什么 这个人缘很不好的副总统 然后让我总统看起来人缘变好 这也经历过了 还有一大堆新奇古怪的事情 我们全部都经历过了 大家都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都会过去的 选举就乱乱的开始 然后最近还有人家说 那个之前有人在讲说 那个拜登会不会交棒给贺锦丽的时候 就有人在讲说 那是美版的在路上 他要把那个钥匙交给 那他们也要拍个影片 要拍个影片 交给贺锦丽 结果没有 现在拜登是把钥匙一甩 贺锦丽 叫贺锦丽自己想办法 因为他在他在休息 他心情不是很好 对对对 我们要了解老人 对对 然后这场选局到现在 其实他就批变了 好之前我们就常就有说笑话 这可能不不当比喻 他说这是一个巴黎精神疗养院 跟那三只老人院的对决 现在三只老人院退了 然后结果现在据说贺锦丽的 这个他们的策略 就是说业力回向 好我说川普你太老了 对哦 你七十八岁 你很久不用多久 三年之内 有可能 对你就会跟那个拜登一样老 而且人老是那个断崖式下跌 那准备要攻击这一点 好川普现在也傻眼了 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因应 那但是川普那边也在准备攻击 贺锦丽很多的点 对那是肯定的 包括边界政策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是 贺锦丽的老公 贺锦丽老公呢 她曾经是那个欧华法律事务所 跟中国关系很不错 对欧华法律事务所 四十个国家 四十个国家都有据点 有四千个 全球四千个员工 那1988年就进了香港 2002年就进了中国 那个帮忙做什么战略规划 投资策略 然后还有法律服务 其实隐藏的东西是什么 隐藏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政策游说 所以有可能他们之间的选战 反而会比跟拜登之间更火热 对会更激烈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场选战 好像很多台湾很多人都觉得说 打到现在川普赢定了 选战结束了垃圾时间了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场选战 可能会稍微消沉一下 到了八月九月的时候 那个真正的热战才开始 而且你看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民调里面 民主党没有崩 贺锦丽的民调 跟川普的民调 相差其实是一趴两趴 一趴两趴 也许有一些效应还没有出来 但是这种趋势 表示民主党还没有崩 他跟当初换柱的时候 不如如一丝都崩掉 可是你看说到换柱 当时那个结局不太好吗 所以那你看有差吗 那时候换柱那时候结局是这样子 是因为换柱 所以国民党的那个军派 就是军系全面反弹 就是雪崩四下滑 选前的时候 那我们朋友就传给我看 说他们的群组里面 全部都在传加山计划 什么叫加山计划 加山不是空军基地吗 他们就备案就来加山 三号叫宋楚瑜 所以最后很多不满的票 全部都丢给宋楚瑜 然后这个就造成了国民党的倒盘 这回呢 第一个他们没有第三个人 如来选 第二个 那这个 其实贺锦丽的这个总干事 叫做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就跟蔡英文的总干事 叫做习近平一样 因为大家讨厌这个人 恨这个人 并不是贺锦丽本身 有多有魅力或有多伟大 但是因为大家恨川普 所以就把票灌给他 那么川普只要这个越嚣张 然后这个状况 他是越 越巴拉巴拉巴拉 惹人厌的时候 那么可能贺锦丽的票反而会更多 那贺锦丽的 那川普的竞选团队主力 就是后援会主力是谁呢 就是那个民进民主党里面 不爽贺锦丽的那些大佬 或那些派系系的 我刚才说 今年的选举的状况 自己人要安打 对对对 都会很混乱 然后所以精彩的状况还在后面 而且照现在这个状况来讲 我们还讨论到一些 大家讨论到很多议题 不同的小议题 什么堕胎 然后这个边境 枪支管支 这些都是零碎的议题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 最根本的议题 最根本的议题 它其实是对于四十年来 全球化路线的辩论 全球化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有名 它叫做全球 地球是平的 对不对 它说所有的墙都被推倒了 那是全球化的经典著作 现在不是 现在最近有一本书出来 说地球不再是平的 到处都是墙 川普要做的东西 他就是要在美国边境 树立各种的墙 人流 物流 金流 资讯流 全部都要设立墙 保护主义 各种的保护要拦截 可是贺锦丽 他其实是比较倾向全球化 他就讲说 我们跟中国虽然有竞争 但是我们不应该会断线 他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所以路线是完全不同 但是先前提到川普 其实我们一直都还讲说 他现在好像策略改变 以前就是像大炮一样 这样狂骂 到处骂就说拜登怎样怎样 不过前一阵子 他突然之间很收敛 都不太骂拜登了 就说可能是一种选战策略 可是大家都说 如果川普他管不住他的嘴巴 有可能他的这个民调 还是会往下滑 我们就要问问郁安 最近川普是不是就开始忍不住了 因为换成贺锦丽之后 他是不是开始有很多话要讲 因为过去其实川普跟拜登之间 那个形象落差非常大 你要知道说 其实你常常去订阅那个川普的那个IG 他常常就会放个片段 就是他这个上飞机 还有跟那个拜登上飞机 然后跌倒三次的那个画面 然后两个在那边对比 其实你要知道说川普根本不需要讲什么话 他光是放出这段影片 那个渲染力就非常惊人 所以我想说就是其实川普 他就是他真的是非常懂 这种网路社群的风向 他也是这种网路 网路上面的这个政治表演 那个大概也是算是全世界的一个先驱 所以你自己看说 他这一次他去上这个福斯的这个专访 他连他的那个绷带的颜色 那个款式跟他之前带的又不太一样 他之前都带这种白色的绷带 然后他昨天去带那个米色绷带 那也引起了一种话题 所以你要知道说他今天当然非常理解说 在拜登倒下之后 他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他变成是台面上最老的候选人 就是说过去他还可以拿年轻去嘲讽拜登 现在变成他现在是最老老太隆忠的那一个 所以他当然一定要知道说 过去贴在拜登身上这些标签 通通都会回到川普身上 所以你看贺锦丽已经开始设定议题 他自己讲了 他就说他第一个一定会先攻击 这个拜登的 不好意思攻击川普的年纪 所以现在川普变成是一个老面孔 然后相调之下贺锦丽变成是一个 大家觉得很新的一个新鲜感 最有新鲜感的一个候选人 那同时呢贺锦丽过去 大家也都知道说他是这个检察官出身 所以他接下来他一定开始 把所有川普过去所涉及的这些司法案件 一件一件翻出来去算账 包含说这个你要知道说社群 社群年代的这种选举其实就是贴标签 就是大家互相各贴各的标签 所以你看现在民主党也开始贴这个所谓的川普标签 叫什么叫做现在叫做检察官VS重罪犯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川普的形象马上就被建立起来 这个对比就出现了 然后这样子对比出现之后 当然选民就会开始回流 过去可能对拜登不是那么有信心的 这些民主党支持者愿意走出来 这个支持这个贺锦丽 包含像刚刚讲到这些好莱坞明星 也陆陆续续的又回流了 那我当然相信说 等于说贺锦丽这张牌一出来之后 非常有利于这个民主党 现在是转手围攻的这个状态 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民主党会因为这个拜登 一直挨打的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看起来这个状况会有所改善 那当然这个民主党状况改善 所以川普当然也知道嘛 也就是说川普在中枪之后的这个民调数字 大家本来会觉得说非常乐观 可是实际上你看最近的几份民调 看起来都还是呈现一种胶着的状态 并没有因为他中了这一枪 然后导致整个选情这样一片看好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 就让大家其实有种某种程度也蛮匪夷所思的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换灯换上贺锦丽之后 那这个后世贺锦丽后世 当然是看起来是非常可以期待 那就会变成是说川普现在就得要赶快出来 找回选战的这个主导权嘛 所以你看他这一次 他在这个福斯的专访当中 他就非常的这个不断的强调说 我就是坚忍不拔 我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美国隐悍 因为他应该很懂媒体要什么 对你看他他还讲一段 就这种过程是没有人知道 就是说他在后台那时候维安人员抬了担架过来 希望他可以上这个担架 他说我我耳朵受伤我上什么担架 问题是这种事情没有人知道 就是你不讲我们也不会知道 就是你随便讲我们也都就是都都无煞煞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很懂就在媒体当中 就是要形塑自己就是一个 就是非常强悍的这样子一个风格 就是他然后再来的话 他就是也持续的在针对拜登现在的一些议题 要去猛打包含像刚刚讲到这个非法移民的部分 以及包含像现在的通膨问题 就是他不断的锁定拜登政府的这些软肋 就是希望让大家不要因为看到贺锦丽是一个新面孔 然后就好像这个中间选民就回去支持贺锦丽 他希望能够继续把这个拜登政府 大家对拜登政府的这些厌恶 这些反感的情绪投射在贺锦丽身上 所以他现在就讲说贺锦丽是这个拜登的所谓的co-pilot 就是这个副机长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一定要想办法跟拜登去做连结 那所以变成是现在川普会不断的 我相信他不断的今天是去上电视专访 但不断的接下来会站到第一线去来发言 那我这个也就证明说现在看起来这个选举还有得打 因为双方现在一定团队开始矛起来 要想他们的选战策略 还有怎么样子去攻击对方的弱点 那像是贺锦丽一定就会被说 那他的政策推动一定是跟拜登一定是连成一弃的 毕竟同党的 那当然对川普来说 那就是要骂一下说 你看你这个移民政策问题 让美国很乱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不是现在这个就是共和党他们的策略呢 是真的要先用攻击的方式去打这场选战吗 明永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过去民主党也这样打打川普过 所以他们现在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反击 因为包括这个共和党的联邦众议院的院长 他就强声就特别出来讲说 你这个贺锦丽 你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的提名大会 那为什么由拜登直接来提名你呢 这样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们要针对摇摆州的部分 来进行所谓的法律诉讼 那另外一件事情 当然川普他就在他自创的自群 这个社群媒体里面 不断的去强调这个拜登 甚至说明天一觉醒来就忘了自己已经退选 所以他用这样的嘲讽他的原迹 以他的这样的做法 但是他又在他的社群媒体 信誓旦旦的说 贺锦丽是比拜登还好打的 我一定可以打赢他的 来提振自己的士气 所以他们如果提出所谓的法律诉讼 包括要经过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名 如果你现任总统 用这样公布的方式 那你干脆直接下台就好了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嘲讽贺锦丽 那当然法律学者认为说 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不过就是用司法来扰乱整个选举而已 所以他们计划是在包括乔治亚内华达 威斯康辛州 这些摇摆州 用州的法律 或许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 利用这样的方式说 他没经过代表大会 如果拜登自己宣布他的副总统要参选总统 那你就自己下台 你先下台再说 所以共和党现在是打一个污贼战术 第二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在关心一件事情 拜登他选举的时候 这一次要面对这个总统大选 他已经募款募了9500 其实他蛮会募款的 对 不公布数字 我们还不知道 将议员的美金 这对我们台湾的选举来说 根本是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各位去看一下 贺锦丽他现在可不可以用 这个也是 我觉得共和党还蛮聪明 提出这样的质疑之后 大家就会讨论说 拜登的这个政治现金 可不可以直接交给贺锦丽去参选 你不要忘记他疫情期间 贺锦丽来释出帮他募款 所以各位要清楚一件事情 法律规定是不行的 所以拜登这9500万 如果没有经过正当的移交手续 贺锦丽是不能用的 而贺锦丽要去成立自己的募款专户 他才可以来使用 所以从这里看到 法律工坊已经开始了 尤其我们看到上一次的川普 被民主党垫得超惨的 每一周都给你提出法律诉讼 现在共和党用这样子来做的时候 也是在反击拜登 你们当时怎么对我 我们就怎么对你 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如果贺锦丽只剩下107天可以选举 这些大咖金主如果对他没信心 我觉得他在募款上会有很多的问题 别忧心 因为我们刚刚说 他现在已经募到8000多万了 看起来还是蛮厉害 可能有背后蛮多金主愿意支持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在讨论 现在贺锦丽感觉上 应该是蛮高机率 要代表民主党出来战川普了 那当然现在美国的选举 似乎开始也变得火热 那当然我们台湾就要很关注 这两党的候选人 对我们台湾的态度是怎么样子 不过在今天蛮奇妙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媒体爆料说 赖总统下令要压保川普 不过总统府方面是已经严正 驳斥了这个消息 但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讯息传出来呢 我们问一下时期间 每隔四年就会有一次这样的 算回出来 大家记得四年前的时候 这个压保川普等等的 那就理智上而言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 都不可能在人家还没投票之前 压保某一边 更何况如果这个 有人质疑说你看吧 这个民进党就是压保川普 可是过去这四年当总统的是拜登 拜登跟这个台湾政府的关系好不好 超好 第一签一大堆这个签署 要军购卖给台湾 然后无偿提供台湾军援等等的 其实对台湾最好 而且那个密度跟频率超级高的 帮助台湾增强自己的这个护卫的实力 如果这个在野党的指控 说民进党是压保川普的话 那有可能 这过去这几年关系可以好成这样吗 好了那现在看起来民进党跟这个民主党 双边的关系处理的是好的 现在在野党又开始说你看吧 他现在就压保川普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无理失礼行为 这个对于对方国家来说极为失礼 人家就还没有投票 人家就还在进行那个选举 还在火热的选战 然后我们却为了自己的政党之间的这种对抗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指控 这其实伤害的不是民进党 这个政党的信誉而已 他伤害的是全体国家 那所以当你国民党或者是在野党 不管是哪蓝或白 任何人在做这样子指控的时候 其实伤害的都是整体国家 而国民党会不会伤害到 当然也会伤害到 而其中国民党最很奇怪 就是你们真的会做一些 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譬如说这个外交部不是这个 在民主党共和党 他们大会的时候都会带团过去 好那在这个共和党大会的时候 参与的这个团圆之一的林涛 在那边现场指点 美国的政局 分析美国的选情 然后指控民进党压保川普 不是你在人家的地上 然后去那边指指点点人家的选情 然后回过头来操作说 国内的政治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失礼的程度让我觉得 天哪国民党你们还好吗 你们有必要这样子破坏国民党 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吗 更何况你们的朱立伦可是获得 美国关系的这个有过认证的 CIA的好朋友 这种这么坚实的关系之下 朱立伦你都没有管教一下 你的子弟兵林涛吗 可以在美国大放厥词 在那边讲共和党怎样怎样怎样 林主党怎样怎样怎样 讲人家的坏话吗 要讲回国再讲 我真心觉得 有这种毫不知国际礼数的人 作为中华民国会交部带团出去 真的是丢脸丢大了 而且麻烦朱立伦好好管教一下 自己的子弟兵 没有人这样子可以失礼到这种程度 这难道不会破坏美国人 跟你国民党的关系吗 这难道不会破坏国民党 对你朱立伦的信任吗 更何况你国民党里面 号称对于这个国际关系 很了的除了有朱立伦之外 还有行政 还有立法院的副院长 是不是 那怎么会出现这么多 无理而且频繁的这种政治攻击呢 回到美国刚刚在讲说 贺锦丽等等 我觉得有一个感想就是说 当你看到川普阵营 攻击贺锦丽的 这个攻势越猛烈的时候 表示他没有多 害怕 就是你越强的攻击 表示你心里面越害怕 你知道贺锦丽的强项在哪边 所以你要趁他还没出头的时候 先把他打棒子 打掉 那我觉得这些无意中都透露说 其实对于共和党来说 他们也是焦虑的 而且他们也会知道 那一枪会让这个 川普阵营整个凝聚起来 这是一般的预测 但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会不会使得民主党也因为危机产生 所以那个凝聚力是更强的 那现在如果是贺锦丽的话 那所有的力量全部凝结在那边 这个集结起来的时候 对于共和党来说 恐怕压力也很大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刚刚讲到说 民调上面这样讲 其实没有差到太多 对一趴两趴这样 虽然美国不是单纯的看民调 所以还是要有看这个 摇摆州的选举人票 才能够做定论 但是整体而言 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 那个拉扯的力量 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川普 你看他比较收 他讲话比较收 都是他旁边的 或者是这个共和党的阵营 哇对贺锦丽这个强棒伺候 川普有的时候会管不住嘴 他当然也会嘴巴唱丘了 也会这个嘴巴有时候比较唱丘 他说贺锦丽更好打 但是整体而言 他其实是收敛的 不像以前哇每一句话都 哇带刺啊带干嘛干嘛的 而且你看得出来川普 其实他在把自己那个收敛的态度 有凸显出来 譬如说他讲我是为民主哀了一枪 哇讲出来真是有多动势的这样子 就是讲起来就好像觉得 对唤起大家那个 这个情感的那个层面 可是川普的危机是在于 他当总统最后的那一段期间 最后那一年 其实是连共和党自己的人都 天哪总统你到底要干嘛 就是也把自己党内搞疯掉 所以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也 因为他的不可掌握性 不可确定性 所以对他产生了一些疑虑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这次卷主重来 尽管仍然获得了提名 可是他却没有一如 为民主中了一枪之后 突飞猛进整个报告 倒也没有 可能激情也是维持一段时间而已 但不只是台湾其实讨论热度很高 在中国通常也是 那就有人就忍不住有揶揄了一下 就是中国政府好像挺谁都不太对 就是你说要挺川普吗 可是又要对中国家这么高的关税 那挺拜登吗 好像又对台湾比较友善 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办 他们挺的是习大大 习大大说谁就是谁 所以刚才那个时期讲说 那个有人就是国民党在那边放 这个这个什么赖清德要挺川普 这些都是谣言 这个我跟你讲任何一个理智的国家 中华民国总统也好 小国的总统也好 那他可能对于他们内部都会对于谁当美国总统 会有一个评估 可能有利 不要有利是哪一部分 不要不利是哪一部分 但是绝对不会露出来 那因为露出来的话 就叫做干涉他国内政 那是很大的一个忌讳 尤其是大国 然后请问你 你台湾在美国是有多少影响力 我们又不是犹太人 对 又没有那么多财富 没有那么多钱 我们今天还在成长当中 等到累积率以后再说 那这个事情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小国的总统 会犯这样子的错误 所以这些国家 或者是中国小粉红 今天挺这个也不对 然后明天挺那个也不对 所以就乱放话 比如说放话就是说 其实川普选上了以后 那个比较可以加速两岸统一 然后就点点点点 然后贺锦丽 贺锦丽我们就可以欺负他 怎样怎样 那个他绝对不会像这个前面几任总统 那两个男生一样 那个女生比较好欺负 很多各种胡说八道的话 但是呢 其实他们现在的那个 也没有再挺习大大 我觉得中国其实整个社会 现在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状态中 就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讲说 山中全会集结束 习近平中风这个谣言 为什么会传那么广 重点不是那个谣言 重点是为什么传那么广 那就代表很多人的期望 所以他们担心自己的就好 那个习大大还能撑多久 拜登已经下车了 那你们习大大什么时候下车 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说 这都是一些民间的 大家自己的看法 因为官方也没有什么表态 我觉得不重要 那我重点是刚才那个谣言 那个谣言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后乱放这种谣言 的确是非常的不治 对大家就自己想一想这样子 不过的确拜登退选 对台湾来说 我们也是可能会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 万一万一川普当选了的话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 会不会有所改变 那当然其实在国内就有蛮多专家 是认为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些风险评估 那现在各党是怎么样子看的呢 宇安 这个其实首先我就觉得 我觉得大家从这一次的美国选举 就可以看得到说 大家每就是每个政党都会开始思考说 到底拜登当选或是这个 现在不是拜登 现在贺锦丽 也有可能是贺锦丽 也有可能是别人 那以及川普当选 未来当然是相对来讲 这不确定性就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相信 如果是理智的政党 都不会拿美国选举 去做政治操作 因为毕竟你去压保任何一边 本来就是就是非常不治的一个作为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发现到这几次美国选举 我认为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执政 他跟美国政府之间 他们建立起来这种充分互信的这种关系 这个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当然今年就不会出现说什么 什么什么赖总统下令指示 要全党押保川普 这种很 我觉得这一看就知道是假消息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说 在整个的印太战略之下 台湾作为整个的民主阵营的盟友 而且不是只有所谓的战略地位 他还包含了像这个所谓 他几乎还就是大家也知道说像半导体产业 这根本就是已经掌握整个全球科技业发展的一个命脉 然后也在台湾 所以你要知道说 在这样基本的大架构之下 美国政府不管是所谓的民主党或是共和党执政 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政策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方向的 有任何变化 那所以我相信思想正常的政党 都不会想要说要透过去介入美国大选 或是去评论美国大选 去影响台湾的政局 去做政治操作 所以你看像前几天就很明显 前几天因为川普在他的 在可能私底下的专访讲到说 这个台湾必须要交保护费这件事情 蓝白马上就拿出来操作了 对不对 你看正常的政党就是听听就好了 就是说这川普常常就是为了选举 他都跟各国要保护费 对因为你要知道说 今天我要争取的选票是美国人的选票 所以我当然会讲一些 让美国人听起来开心的话 所以对于台湾的政策 我相信今天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 或是未来的总统执政 这个老实讲差异都不大 但问题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马上就拿这件事情来做政治操作 开始在那边嘲讽 你看前几天包含像这个 一些国民党立委 像民众党就是林国成 也跳出来讲 就是说你看整天亲美 亲到现在要交保护费 是不是我们要调整一下 这国家的战略 不要太过度的偏向任何一边 然后我们要 甚至有些人还直接讲说 我们要顾虑一下中国这边的心情 我心里想说这有什么好顾虑的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一个 就是你台湾在整个世界的 大架构底下的一个 很重要的战略位置 所以现在必须要错出这样的选择 你必须要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 我相信这个老实讲 这一般人都分辨的出来 要选哪一边嘛 所以我讲真的 还有包含像前几天 也有人在那边讲说 这个当时民进党 全党疯狂挺川 他应该讲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那我讲真的 我好奇如果照蓝白这样讲 那当年当选的是拜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拜登应该全面切断 这个台美的这个关系 跟台美的交流跟往来 所以的确还是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问题是没有嘛 智慧太多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在明天本来还有一件重要的大事 就是高宏安他的涉滩案件 在明天要进行一审的宣判了 不过碰上了台风来搅局 会有所改变吗 那么北约也作出回应了说 如果有放台风假的话 那就隔一天再进行宣判 那当然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一审到底会不会被判有罪呢 因为毕竟也只是一审 那有可能二审三审在翻盘 但是如果假设一审被判有罪 那可能高宏安政治生命应该就是到此为止 对不对 明佑 对 可是我要先说 有几关要先要过 第一个除了台风之外 第二个事情 就是他判的罪名叫什么 如果他是贪污治罪条例的话 这就严重了 这就严重 这个小玉姐说过嘛 他最低的那个消费金额 低消 就是七年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个公务员登载不实 这样高宏安是可以继续留任 所以一审如果判账的话 二审要证明他没罪 他才可以负职 但是就有很多人在揣测 高宏安会不会提前请辞呢 因为如果提前请辞说 我要来捍卫我的清白 这时候柯文总会最开心 因为会认为说 高宏安你 虽然我最近跟你切割很严重 至少你还对我有情有义 让我有机会再提选将出来 第二件事情 如果高宏安一审有罪 在明天宣判或者后天宣判 那这时候的代理市长是谁呢 就是邱成远副市长 对 还是我民众党的天下 但是如果说继续拖 必须拖过这个黄金旗 到12月25满两年 民进党才有办法派代理人去 所以从法律的层面来看 高宏安被判有罪的 这个%数非常高 但是是用什么样的罪行 再者呢 现在大家就把新竹市变为 兵家必争之地 为什么呢 柯总召跟黄国昌不合大家都知道吧 跟民进跟民众党四不两立 大家知道吧 所以柯总召又是新竹的大本营 柯文哲又是新竹市出身 所以对柯总召来说 我提一个好的人选来跟你PK 我是非常有机会的 包括说我们看到法律学者林志杰 那现在民众党有另外提出 另外一个想法 什么样的想法呢 黄国昌在新北市一直说要选 可是又吃力不讨好 因为侯友宜他扒在他后面 侯友宜也不理他 所以转战到这个新竹市去 让高安先辞职 然后有办法再去那边补选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讲 第一个柯文哲的本命区 会让给他现在声量上的敌人 叫黄国昌吗 我觉得很难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消息出来 就是大家都预测 柯文哲的妹妹叫柯美兰 还有没有在布局呢 我要跟各位讲 他昨天成立了一个协会 叫伊丽莎协会 这是公益协会 有人说他是不是开始 在做所谓的组织动员 所以才成立了伊丽莎公益发展协会呢 因为这样的目的就是要说 我可能用组织开始动 所以就有预测说 黄国昌跟柯美兰 柯文哲要二选一 如果是这个高宏安辞职的话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高宏安会不会辞职 我觉得依照高宏安现在的个性 他不会辞职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吵太久 第二件事情 他跟柯文哲的现在关系好不好 所以你觉得他要迟早就迟了 对 因为柯文哲现在的关系 跟他应该没有很好吧 因为目前看 虽然是 互动是有一点冷啦 对 因为上礼拜陪他去拜庙的时候 感觉两个没有很多互动 所以柯文哲的本命区 又是贪头堡 就是新竹市 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高宏安 要不要辞 而我把这里放弃吧 因为我们家的雇佣 柯文哲的故乡 都选不赢了 还要去哪里选 所以这有可能是后面大会这样传 但是对高宏安来说 在政治上他就等于是死刑了 为什么是死刑呢 不管他未来要怎么做 只要一审判有罪 他这样的标签就贴在他脸上 不管他选立委 选议员选里长 我告诉各位都不可能 因为你如果有犯罪千科 是不能选举的 所以我就有时候地方人士想太多 说高宏安未来会怎么样 你想想这个 因为法律规定 林智姐有解释 你只要有相关千科 你连被选举人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高宏安是真的 只要这两天宣布 他就是等于判政治实际 所以真的很关键 那坤哥你怎么看 他有可能要拼五罪吗 他一定要拼五罪 但是他能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说服法官呢 我也不知道 完全想不出来 说我就是一个冠老板 我只是一个冠老板这样吗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 落地下来几天 然后我们有一天 我们那个一群老助理 住在里面吃饭 他就说 这个案子一定有事 我们从小进立法院也好 进议会也好 然后第一天被教育 就是说什么钱可以碰 什么钱不能碰 然后跟你老板讲清楚 什么钱可以拿 什么助理费 千万不要乱碰 不要乱动 然后所以就因为以前发生过这种老板抱人头 然后或者是叫助理就弄来捐去 这个一大堆的这个作假账 或者是贪助理费的这些问题 所以立法院的助理才 后来才叫做公费助理 就是你抱上去以后 你给他多少薪资 立法院直接发到助理账户 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所有老助理一看这案子 这一定有事 那如果判无罪的话 那讲不过去 那以前之前那么多人判 那个因为助理费被关进去了 那这些人通通都无罪了 那你这个没道理了 可是柯文哲说 那他们那一套也是学来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前一个也要办 那你有本事 你把人家举证 对不对 法律是讲证据 那人家 你说人家 你是跟人家学来的 那我还说我这个 这种天生的皮一样 满脸横肉 我也是跟我学长学的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这样子讲 都赖给别人 这种事情 所有政治的事情 常常 柯文哲这个人 他现在什么事情都赖给别人 那个幼儿园 对不对 他也到处赖 好 那个不能这样子赖 那个高宏安的事情 我们认 我的个人认为是说 这个如果判下去 或是他是无罪 好 那就 那就没有天理了 好 那个而且尤其现在是一审 你知道 那个我们 就算有很多人 对台湾司法有意见 比如说以前 有一个政坛前辈 他有一句 打游是很明 是名言 然后说 这个台湾的司法 就一审依法判 二审减一半 高院发更审 然后就出来吃 吃猪脚饭 就是 就是他们在 巴拉巴拉巴拉在讲 但是一审 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 这又是社会关注的案件 指标性案件 他这个案件的宣判 其实在告诉大家 告诉所有全天下的 全台湾的这个民意代表 请问你助理费 可不可以这样子吃 尤其对高宏安 这个人的政治生命来说 是很重要的 对 你可不可以把助理费 拿去给自己洗头发 贴双眼皮 你如果你这样子判他无罪的话 那表示可以 对 那这样子说都过去吗 我觉得说不过去 但是感觉上高宏安 最近出现的时候 好像态度也都还蛮冷静的 是装冷静 还是说觉得现在也只能这样子 拜登推荐 他也觉得他 大家觉得他很稳定 所以其实就是人物 一定要演 心里还是很慌张 我记得他在专稳定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最新的发文 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 二零二二年的选举期间 因为遭受到民粹的不实毁谤 我提起民事诉讼 目前新北市法院裁定赔十万 然后我刚才去查一下这个新闻 他为什么选择在这时候 去讲这件事情 像告诉社会大众一件事情 民嘴都是乱讲 如果明天被判有罪的话 民嘴也是乱讲 好像是在这个告诉大家 这样子安大家的心 但是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这一个事情是因为民嘴去诬赖 他说他去偷吃人夫 跟这个案子完全无关 可是他完全没有去写相关的案情 用这样子的方式虚张声势 我觉得会误导大家 也是污贼战的一种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也要欢迎西向专家贾欣欣 来为我们分析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 好 我们要来先关心 他是这次的凯米台风 他现在感觉上好像又长胖了一些 那对于台湾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可能有很多的县市都会有风雨的威胁 那哪一些地区要特别留意 这个雨势又是如何 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清洁队一早出动 加强勾取寻清作业 避免又淹大水 要在台风来袭之前 确保排水畅通 大型吊车也出动 撤离码头引桥 就怕水位暴涨 河滨作业也不敢大意 今年第一个发布路径的台风 直扑北台湾而来 行动员长卓隆泰 坐镇灾害应变中心 连线各县市首长督促防台准备 停班停课的问题一直是事前事后社会大家讨论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所经验 也希望能够能够及时的明确的 而且能够考虑周延的 台风假放不放 看看最新各县市 未来受七级暴风圈侵袭几率 包括北北基桃加上宜兰都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新竹花莲几乎是苗里以北线市也都破九成 明天二十四号开始 我们七级暴风圈 就会从东北角进到本区 那中外本区以后就会带来豪大雨 甚至在通过本区的时候 北海岸大概一估有十二到十四级的阵风 台风未来一天会先以偏北方向前进 随后转为偏西北方向 暴风圈预计周三会涵盖到台湾东半部海面 落在基隆北海岸通过 阵风可能达到十级十一级左右 若先抵达陆地才抵达台北市 平地阵风将达八到九级 侍逢大潮加上台风 基隆沿岸更需严阵以待 我们基隆只要一下雨 有一些地区就会有一些淹水 那公共处也预作了抽水机的一个规划 那我今天下午也会去 再去视察一些抽水机的一个实际的运作 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台风路径先为调整风势雨势都会有所变化 台风价放与不放 北北基陶预估今晚八点统一宣布 那么凯美台风来袭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明后两天 可能影响台湾的会是最强烈的时候 那当然大家很关注一件事情 就是会不会放台风价呢 北北基陶都会统一在晚上八点钟 就会跟大家宣布 所以到底明天要上班上课 还是要放假 就是八点钟再锁定 不过现在台风它目前的最新的位置 还有未来它会怎么样子走 我们就要请教贾博士 好 是那我想我们就先从 卫星的云图先来看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在 菲律宾旅宋岛的这个东北侧 这个云系非常的扎实 就是我们凯米台风的一个结构 它目前是属于中度的台风 七级风暴风半径应该是两百公里 有机会再增大到两百五十公里左右 十级风的暴风半径目前是七十公里 那也有可能会再增大到八十公里左右 目前它的前方的这个海温 其实算是相当的温暖 以及周边大气的一个环境 也都有利于它的发展 所以目前整个从云图看起来 它的结构其实是相当的不错 另外大家也注意到 在它的这个南侧 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云系 就是比较偏强的 所谓的它的这个西南季风的一个雨带 那么慢慢随着台风 它靠近台湾的时候 其实预估 其实今天深夜 它的七级暴风圈 应该就有机会会碰触到 我们的一百公里的海域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从下一张的卫星 这个雷达回坡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其实在北部的观众朋友 还有宜兰 其实可以看到 一波一波的这个云系扫进来 所以都是有一些间歇性的一个阵 有时候这个雨下起来还不小 那当然我们现在大概可以看到 台风的一个速度稳定的 朝着这个北北西 慢慢会转西北 所以目前看起来 大概就是在明天 二四、二十五号这两天 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点 会比较大 那大概它登陆的几率从哪边 您看起来会是最大的 登陆的点 其实从昨天原先是在 我们这个基隆北海岸 这个外海 慢慢其实移到 大概在花莲附近 宜兰附近 所以看起来 它从在宜兰的这个 宜兰这个地方 登陆的几率相对是比较高的 目前评估它登陆 中心登陆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这个明天的深夜到后天的清晨 也就是二四号的大概可能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左右 那一直到二十五号的这个凌晨一两点这段期间中心登陆 那台风最强的这个风雨在哪里呢 其实是在台风中心外围大概五十到一百公里左右 那像凯米台风的十级暴风半径 大概是有七十到八十公里左右 所以在台风中心登陆的地方 特别要留意它整个风跟雨相对会比较明显 特别是我们宜兰 北北基陶等等 应该有机会涵盖在它的这个 所谓的十级风的一个暴风半径 那当然从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昨天可能有很多的报道说它是西北台 对一度有说是西北台 这种我们清台路径大概是属于第一类型的 这个叫西北台 那么目前其他大概是从这个宜兰这附近登陆 所以是属于第二类型的这种台风登陆 那当然台风中心只要有登陆 其实它登陆点附近 70到80公里左右都要特别留意它的这个比较强的 这个风跟雨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有可能会从 刚刚专家有说会从宜兰这边登陆 那而且目前看起来它的速度其实算是慢慢的往前进 所以在海面上吸饱水器真的也长得越来越胖了 您刚刚说已经有200公里了吗 那有没有可能再达到墙台的等级呢 目前当然评估起来它的这个强度应该 中台的上限应该是没有问题 强烈台风可能要拼一下 所以才能够超过 看速度对不对 对看它整个一个周边的一个环境 那不过其实我们三立的听众朋友 我们不要陷入台风强度的迷思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从过去的一些研究 学者的报告 还有对台湾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些台风 其实它强度不见得要非常强 它通常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当它接近台湾的时候速度放慢 或者是说往南折 造成它移动的时间拉长 所带来的这个降雨影响时间就更长 所以像我们所熟知的2001年的纳粒台风 它是属于一个中度的台风 那我们2009年重创南台湾的莫拉克台风 它的强度是什么 中台 那当然它的这个莫拉克台风 它是引进强烈的西南气流 它不只是台风的影响 还有西南气流 所以我们绝对对台风影响台湾的时候 不要陷入它的这个强度的迷思 台风的强度只是代表它中心风速的这个强 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建筑 这个木造屋已经很少 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台风来 那个屋顶被先吹掉的那个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担心台风靠近我们的时候 移动速度有没有变慢 那当然好加在这个凯米台风 它接近台湾的速度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减缓的一个趋势 不过因为它暴风半径大概会增大到250公里 所以变成它影响我们时间相对长一点点 从24号到25号这两天 那哪几个县市 雨市可能会是最大的要多注意的 那么降雨的一个趋势 我想我们从这张图稍微来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台风逐渐靠近的时候 当然这个东北部的宜蘭 还有我们大概是在苗栗以北 苗栗以北的这个山区 应该是这个降雨会首先开始比较明显的地方 那么随着台风慢慢靠近台湾的时候 它外围的这个气流跟我们中南部的山区 也会产生这个所谓迎风面的一个降雨 所以大概在这个南投以南的这山区 可能也要特别它的降雨的影响 所以我们降雨的热区有几个地方 一个是东北部的宜蘭 第二个是竹苗以北 特别是山区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南投以南的山区 可能要特别留意凯米台风 它所带来的这个降雨 应该是不容小看 好 我们先写贾博士 我们持续来关心 开米台风的最新状态 那当然好多人是期待放台风假 不希望有灾情 可是好想要在家里休息一天 那去年唯一没有放台风假的 就是桃园嘛 所以其实有好多民众在开玩笑啦 就说如果放台风假的话 我要去发鸡牌 表示终于可以在家里休息了 实际姐你怎么看 这玩笑话吧 当然啦 就是表达了人民大家对于放假 这件事情的期待啦 然后就用这种方式 有点在强迫 炎鱼一下啦 对 炎鱼一下 然后也强迫一下自己的所在地的县市长 要知道 好 应该要放假 好 那可是因为北北之下 已经讲了嘛 他们就是一圈 北部的这一圈 所以不太会说 只有一个放 大家不放 所以如果这个基隆放 桃园应该就可以顺便捡到啦 那说不定捡到的是一个 这个也是好天气 然后就这个 愉快的可以出去玩 说不定也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台风假这件事情 有一点变成民粹 因为大家要要求你放假 那到底会不会放 我们先来看一下 气象鼠的最新手法 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顺防台风所带来的强风 以及剧烈豪雨的影响 我们先看到今天下午5点 台风的中心位置在台湾东方 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的强度有略微增强 目前进中心风速为每秒43公尺 而暴风半径也略微扩大到220公里 预计它未来会逐渐的朝向台湾接近 因此在这一报 海上警戒的区域 持续包括了巴士海峡 台湾东半部 北部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北部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 除了包括东半部 中部以北地区之外 因为暴风圈会先接触到南部的山区 所以高雄地区这一报 也纳入了陆上警戒的范围 而我们预估台风接下来将会有 比较北北西的方向逐渐往西北转向移动 离台湾越来越接近 并且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 中心有可能会通过台湾北部的上空 因此周三周四将是它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而台风通过台湾之后 也将逐渐往马祖的方向前进 因此后续要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 也要在周五之前要严防开密台风所带来的强风以及强降雨 而台风的外围环流在今天已经逐渐影响到我们了 可以看到迎风宴地区包括宜兰花莲地区跟大台北 在今天其实开始已经出现间歇性的雨势 而南部地区则是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而预计到了今天的晚间之后 午后雷震雨减弱了 但是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雨会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 晚上的降雨都还会越来越明显 而其他各地也可能开始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震雨 而到了明天的白天全台各地都将会有降雨的状况出现 尤其是在离台风中心比较近 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可以看到降雨在明天白天 就会变得相当的明显 而此外因为台风的环流还蛮广的 所以虽然它的中心是在我们的东方海面上 但是整个逆时针环流也会让一些雨势跟水气带到我们的西半部 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南部甚至南部的山区 其实明天的下半天开始雨势也会开始明显的增加 而预计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整体降雨最多的时间 也就会出现在明天的下半天 一直到后天25号的这段时间 全台各地都会有显著的降雨出现 尤其在西半部雨量会非常的多 在山区可能出现超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超大豪雨的话是24小时累积雨量会达到500毫米以上 这已经是气象所所定的降雨等级里最高的等级的降雨 那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 在台风影响的这四天期间 我们目前预估的累积总雨量 在南投嘉义高雄以及屏东的山区 有可能会来到1300到1800毫米 这是非常大的累积雨量 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严加的戒备 而此外在其他的苗栗以南的山区 以及宜兰台东的山区 累积雨量也可能来到800到1200毫米左右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凯米台风它会带来的雨势是相当的明显的 一定要做好防汛的一些准备 而除了降雨之外 我们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台风接近的过程中 也会让台湾附近的风跟浪明显的增强 在预计海浪的部分 可能到明天在东半部以及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 浪高会达到5米左右 而在风力的部分 今天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震风出现了 而预计到了明天 随着台风更为接近 在蓝宇绿岛可能出现11到12级的强震风 而台湾其他各地区 以及马祖跟澎湖 也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震风 因此台米台风现在开始逐渐接近我们 气象鼠要非常谨慎地提醒大家 台米台风它的影响真的会非常明显 可能是近几年来对我们冲击 大家会相当有感的一颗台风 请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并且严加戒备提高警觉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气象鼠的最新说法 听起来呢 这个风势跟雨势真的都不能够小看 尤其提到在山区的部分 有可能累计雨量会来到1800毫米 这个数字还蛮高的 我们请教一下贾博士 那是不是山区可能真的要特别留意 这两天的一个状态呢 好确实由于它的环流其实相当的宽广 那么我们台湾周边的海温其实也非常的暖 所以它这个水汽的供应源源不绝 再加上它的这个路径是走这个第二行的路径 它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导引之下 确实它降雨主要的热区 第一个应该是在竹苗以北的山区 还有东北部 再来就是我们南投以南的这个山区 可能在特别是24号25号 这两天要严防有相当大的这个降雨发生 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年的梅雨季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 那过去一阵子其实我们相对这个也是比较偏干 所以山区的一些土石的这个相当是比较松散一点点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是在山区有活动这个赶快下山 明天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先测下来 那再来就是说它整个一个降雨的期间 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说 这个台风上去之后会不会有带来这个西南气流 其实没有西南气流 但是它会带进来稍微比较偏强的西南风 所以大概是在26号之后 台风上去之后 26号之后一直到27号 我们的嘉义以南可能会有比较持续性的降雨 不过这个雨相对跟24 25号比起来已经小很多了 所以在其他的地方除了嘉义以南这边连续性的降雨 其他的地方因为西南风水气多 所以午后降雨相对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这大概是凯米台风 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 确实以这个第二行的这种路径登陆我们台湾 其实过去有类似的台风 是有那我就找最近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比较像的所谓侵袭台风的第二行路径 就是我们2017年的泥沙台风 泥沙台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的降雨热区 其实也是在这个台中以北 还有在宜兰这一块 那当然它还有多了一块南部 特别是在高平 还有这个南投以南这一带 这个泥沙台风 它另外有一个特征 其实它上来之后 它又引进强烈的西南气流 那么所以造成它有第二个强降雨中心 大概是在这个高雄屏东这一带的山区 那么凯米台风 其实它上来之后 其实没有明显的这个西南气流 大部分都是它的这个环流的云系 跟中南部的山区所造成的这个地形的降雨 所以在中南部也要特别注意 那目前看起来 好像刚刚听气象主讲起来 这一次的雨是会是蛮惊人的嘛 对不对 因为它有可能登陆台湾 如果它停留的时间长 那可能带来的这个雨区跟雨势 是否会再度的扩大 是 因为其实它的这个七级暴风半径 也还有可能在增大 到两百五十公里 然后它移动速度大概算下来平均 开始接触到离开大概是时速二十公里左右 所以它就是从明天大概清晨四五点 七级暴风半径就开始碰触我们的陆地 中心登陆的时间大概是在明天的深夜 到隔天的清晨左右 所以我们整个风雨越来越明显 应该是会从我们今天的深夜开始 一直到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 这两天 那当然路径的一个变动 其实我们还是要观察 今天到明天 它整个移动的一个状态 因为从过去几天 它的路径从台湾北部的近海 一直修到宜兰 那还会不会有一些 比如说往北或晚安修正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能都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那当然第二个其实就是 它的速度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一个变化 特别是变慢 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 因为变慢的时候 它累积降雨的这个累积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更明显 好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这个凯米台风 它移动的速度有没有变得慢 还有它的暴风圈半径会不会再更强 那可能对台湾的风势跟雨势来说 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至于北北基陶在明天 有没有可能会放到台风架呢 就要等晚上八点钟之后 就会宣布 要请大家随时锁定i-news 我们先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欢迎佳萱 今天晚上大家晚安 来现在跟我们聊一下 今天的晚报头条有什么呢 今天聚焦在台风 台风步步必经嘛 而且现在大家就说 那房子会不会淹水 大家很担心 所以我要问你了 这个如果是停车位的话 如果是B2跟B4 你会选哪一个呢 看我的钱 可以买到B2 还是B4的车位 不过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 应该可能还是跟台风有关 因为如果淹水的话 我的车停在越下面 真的会淹得比较多吗 你觉得呢 其实专家就有说 其实没有这么有影响 因为如果是你是B4的话 很多人就很担心说 B4如果在水往下淹 那B4一定先遭殃 再来就是B3 B2嘛 但是有很多民众就说 如果B4都已经淹了的话 B1到B4呢 应该通常也都淹了 代表这个排水真的太烂了 如果是真的 你家的停车场已经淹水 恐怕跟这个排水系统 还是比较有关联 可能跟你停在哪一层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相关啦 没错 所以说平常大楼的这个 里面的管线 就一定要先随时的 你要去做检查 不要让家里有淹水 这样的惨况 真的 而且你刚刚也说的 没错真的很实在啦 因为就是呢 因为一层差了很多钱嘛 不过专家就说啦 如果你去选房子 其实这个大楼淹水 主要还是跟这个排水有关系 因为有分两种 一个叫做外水泛滥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排水不及造成雨水 会溢出叫做内水泛滥 所以其实就算是你的排水系统 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瞬间的雨是 真的太急又太猛 恐怕还是难逃这个 淹水的命运啦 对 所以更多新闻内容 锁定等一下的全境大头条